來這個海軍的軍艦出現到 卡進的白雷後 軍風是緊緊把散離 國地關賓中調等的一種檢驗 不過其中一個接合的地點 竟然是在人來客氣 人進桌的 台中一中的好門口 甚至這個檢驗車 都已經塞進去好方路 但是軍風根本就沒有統治 參國教室也不知道這個事情 有立委經來押了 如果台中一中而已 全台灣既就有10間的 國中跟國中都是接合的地點 18個報道差不多2點的時候 兩台軍用救火車 進行一路 塞進台中一中的好門 當時準備要離開老叔 調工塞車洗過去 那不是我們好車 怎麼開在裡面 我來問一下 因為他們剛剛說 有什麼任務要來台中一中 原來十八中島 軍風緊急調會 潘石軍艦海軍官兵 要獎百減越計理 各種集合的地點 所以人不照台中一中的最寬 各種籌簿台減設計 向來 加在家庭跟東來 就算算到今天所在的 老叔 家長也都很煩惱 也關鍵通報 公布叫來小東 如果大門來我公廳 跟家庭旁邊的 這些圍牆都來小東 為了要找出這個地點 是誰人決定的 民進黨立委 關鍵開記者會 陰國就是等不到國防部的人 半個小時以後 我就接過訊息 國防部不派人來的 陰國集合地點選到 學校不然台中一中 那大量的都是在 中小學的門口 那他的回答是說 為了避免地方 造成地方的恐慌 所以沒有告知在地的地方政府 也沒有任何學校控制 沒有事先通緝 卻因為這個外面公開的 電動給人會怕 在這個處理的過程中 實在應該好發出口 好發現後